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穿越言情小说《红杏切春光》 作者何枣 演播柳沁儿 赵府大厨房外 几个厨娘坐着晒太阳 边宅菜边互相窃窃私语 听说前段日子有个叫如花的大丫鬟被夫人打了 可不是吗 差点被打死 其中一个头上包着蓝底白花帕子的矮胖厨娘在卖弄她灵通的消息 压低了声音 神秘兮兮向众人道 那如花是爬了老爷的床 还未入相就被夫人逮了个正着 夫人挨着老爷脸面没有当场发作 后来趁着老爷出门的机会才闹了起来 众厨娘浑颜惊叹害笑 联邦追问这话到底是真是假 千真万确 我上午送饭时听那些丫鬟们悄悄议论的 要是有一字虚的 你们可劲催我 矮胖厨娘指着天赌咒发誓 你们说的 那个如花可是那个高挑身材 瓜子脸 长着一双狐狸眼的丫鬟 又一个厨娘凑了过来小声问道 就是她 诶 这怎么说的 后来的厨娘压一道 那丫鬟看上去还挺懦弱的 有回我撞见金玉骂她来着 最后还打了她两下 她却只顾着低头拿帕子抹泪 一句回嘴的话都不敢说 这样一个人 他有胆子爬老爷的床 这就叫知人知面不知心 矮胖厨娘意味深长地笑道 谁不愿剪高枝飞去 只是也得思量思量 自个儿翅膀上的毛长齐了没有 真够不要脸的 有人脆满了一句 夫人 怎么没将这个狐媚东西打死 矮胖厨娘轻蔑一笑道 哼 你当我们夫人又是什么有脸面的出身 她当初还不是 别说了 有人过来了 正说到热闹处 一个厨娘眼尖瞧见远处花丛中有两个人影一闪 慌忙提醒众人 众厨娘急忙收声 散开一些 各自做事去了 过了片刻 热闹领着杖伤未遇的温柔 绕过花树走了过来 向其中一个厨娘喊道 刘嫂 夫人吩咐了 日后如花就在大厨房里做事 你带下去安排吧 刘嫂闻言惊讶地打量了温柔几言 一边将湿湿的双手在围裙上擦抹 一边连声答应 等着烟红又嘱咐了几句走得远了 才皱皱眉略有些艳闲地对温柔道 你会做些什么 温柔这十几天虽躺在屋里养伤 可是闲言闲语也听了不少 与他同屋的那三个丫鬟对他又很冷淡 早就习惯了看人脸色 所谓柿子多了不怕咬 再说他心事满满 也没空去理会刘嫂的态度 只淡淡道 什么都不会 刘嫂对她的态度很不满意 觉得这丫头还真把自己当大家闺秀了 于是轻蔑地撇撇嘴道 那以后你就烧火洗菜打杂去 记住这里可不是你从前待的上房 把你的轻狂样收一收 做事手脚麻利些 轻狂样 温柔差点失笑 他这种连站都站得不太稳的 憔悴苍白的 好像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火死人 能有什么轻狂样 不过他也懒得分辨 别人爱说什么就由他们说去吧 他只管点点头 转眼看见刘嫂脚边泡着一大盆豆芽菜 便走过去将菜盆端到厨内的木桌上 站在桌边闷头窄捡起来 端出来 刘嫂扬声向厨内喊道 那木桌是放熟菜的 温柔看着此刻空着的木桌 微微皱眉道 我身上的伤还没好 蹲坐不了 暂时用用这桌子 一会儿擦干净不行吗 不就是一点脏伤 养了这几日早该好了吧 你来这儿可不是享福的 趁早别拿巧 矮胖厨娘将手里正洗的青菜一撩 向温柔道 摘好豆芽菜就过来洗青菜 将虫子剪干净 仔细点多过几次水 虫子 温柔头痛地盯着那一大盆青菜 再看看身中那些 脸上带着幸灾乐祸笑容 等着看戏的厨娘们 将心一横 挽起袖子 端着那盆豆芽就走出厨房 忍着伤处的疼痛 蹲在空地上 宅捡起来 哼 不就是洗菜宅菜吗 她都死里逃生 还莫名其妙穿越了 怎么还会怕这种 鸡毛蒜皮的小事 话虽这么说 温柔 背着人蹲在那里 摘豆芽菜的时候 还是感觉眼眶里热辣辣的 但是该流的眼泪 在前几天里 就早已流尽了 哪怕她哭到眼睛红肿 心里哀求了千遍万遍 老天爷都没有将她送回原来的那个世界 所以 她早就发了事 不管再苦再难 都不再流那些对自己处境毫无注意的眼泪 于是 她高高地仰起头 使劲吸着鼻子 眨着眼 让那些热热的液体倒流回去 反正现在 这条命也是捡回来的 多活一天都算赚了 她不吃亏 温柔 阿Q似的自我安慰着 顿时觉得心里的憋屈消散了一些 她身中 那些厨娘见没什么热闹可憔 又相互八卦了一会儿 就各自忙着各自的事情去了 没有人看戏 不代表没有人挑刺 厨娘们长日里辛苦劳作 又要看上房伺候的那些大丫鬟们的脸色 有时甚至还要被打骂 早就满肤怨气了 此时 温柔被罚到厨房里做事 落井下石的人不少 不是挑剔她 菜洗得不干净 就是指责她宅菜时 把能吃的部分都丢掉了 骂她浪费 至于 只派了一堆事情给她做 在她忙得团团转时 讥笑她手脚太慢 娇生惯养 不会做粗活 那更是小菜一点 温柔也明白 李氏早将她视为眼中刺肉中钉 在她伤未好之时 将她发配到这里来干粗活 就是想让她受人欺辱打骂 如果可以的话 甚至巴不得她快点死掉 所以 她若是受不了气 大闹一场 倒霉的人也只会是她 而且 还会将这群厨娘 得罪得更深 记得 他们变本加厉地来凌辱她 于是 少不得忍气吞身 逆来顺受 就当 替着身子原来的主人 如花 受点罪 还了侵占她身体的情分 此时 她又被打发去灶台生火 蹲在地上 折腾了半天 浪费了一堆萤火用的干草树叶 也没能生起火来 站在旁边 等着炒菜的刘嫂 看她的眼神 已经十分不善起来 可是 温柔越急 反而越发手忙脚乱 一个没留神 萤火用的伙食 脱手落到了刘嫂脚背上 毫不意外地 又被骂纯笨了 还是让我来吧 就在温柔抹汗的时候 一个甜脆的声音 在她耳旁响起 她回头一看 见是 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 梳着抓鸡 耳上戴着一对 比米粒大不了多少的银丁香 正对着她笑问道 你是新来的 一整天下来 这可是第一次有人对她笑 温柔 不觉也回了一笑 点了点头 小桓 你走开 刘嫂看到这小女孩 皱眉发话道 你让如花生火就行了 娘 这个姐姐初来乍到 我看她不会生火呢 不如我教教她 也免得误了各位大娘的时间 小桓一面若无其事地说着话 一面将火石 火熔拿在手里 轻轻悄悄就打着了火 点燃了干草 塞入灶中 又捡了几根 比手指还细的干树枝 加上 等着火慢慢旺起来 再一次往里添加 比手指粗不了多少的树枝 最后 才将那些 披好的柴块放进去 她一面生火 一面将需要注意的事 说给温柔听 没过多会儿 温柔 费了半天静 都没生起来的灶火 就已经熊熊地燃了起来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红杏谢春光 十二三岁的年纪 在温柔生活的现代 还是个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半大孩子 可是眼前这女孩 却已经会做许多事了 甚至还等得体贴人 在刘嫂忙着炒菜做饭 没功夫理会她们的时候 压低声音 偷偷安慰温柔道 我娘脾气不好 可是没什么心机 若是说了 什么得罪姐姐的话 姐姐可别往心里去 没关系 我不会介意的 温柔抱之一笑 说实话 她在这里受了不少耻笑如骂 要说完全不生气 那是不可能的 但气过之后也就罢了 不见得还在心里记恨 毕竟对这个陌生的世界 她还完全没什么认同和归属感 何况这里的人 针对的都是这个身体 以前的主人如花 她并不知道如花曾经做过什么事 也许他们对她的敌视 也情有可原 一会儿的功夫 小桓已经将大厨房里的 三座炉灶都升起了火 趁着天柴山火的空隙 又凑过来向温柔道 姐姐 你是从上房里出来的吗 嗯 温柔点点头 养伤的这十几天里 她听到的事情不多 可是一些尝试性的问题 她多少还是弄懂了 她知道 如花和金玉那三个丫鬟 都是夫人李氏的人 而李氏 其实则是照服老爷的二房 只因正是夫人苏氏 常年卧病在床 并不管事 这李氏长了照服的内务 又仗着老爷宠爱 越发肆意骄纵起来 不许下人们称呼她如夫人 而是要以夫人称之 至于正是苏氏 为了区分 则让下人们称她大夫人 真好 小桓满脸艳羡之色 轻轻拉了几下风箱 轻声道 在上房里做事 一定很风光 咦 温柔微呀 不明白小桓 这样一个聪明伶俐的丫头 怎会说出这种话来 在上房做事 不还是个丫鬟吗 有什么风光的 当然不一样呀 小桓微扬起脸笑道 在上房做事 可以吃精致些的菜肴 四季都有心裁的漂亮衣裳穿 而且时常跟着夫人出门 还能拽些打赏 遇上夫人高兴 没准还会赏几件首饰 更重要的是 后面的话小桓没有接着说下去 只是 漠然间红了脸 刘嫂快来听听 你家小妮子春心动了 矮胖厨娘最八卦 从一开始就时不时支着耳朵 留意温柔和小桓的对话 此刻见小桓红了脸 立刻放声大嚷起来 引得一群人都笑着往这边张望 小桓急了 脸胀得更红 站起来没口子的粪便道 不是 你们别听黄嫂胡说 我才没有 没有那个意思 话说到后来 她声音低得跟蚊子哼哼似的 头也低得快埋到胸前了 众人见状更是大笑 刘嫂风才忙着炒菜 没功夫说话 这会儿腾出手来 就一把揪起小桓的耳朵 冲着她大声喝马道 贼丫头 有些话 是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魂说的吗 还不快离了这里 别叫那些没廉耻的东西 白带坏了你 刘嫂嘴里骂着女儿 眼角瞥得却是温柔 这话里的意思 温柔哪能听不出来 顿觉一口浊气梗在了喉间 但要开口反驳 却又觉得无从勃起 再看小桓 已经恼羞哭了 用力挣脱她娘的手 就捂着脸 乌叶着跑出了门 看来 她以后也不敢再搭理自己了吧 温柔深吸了一口气 尽力使自己的情绪平缓下来 再看看厨房内 仍在说笑的几个厨娘 心里觉得厌烦 便低下头去 只顾着拉扯风箱 想弄出点更大的动静来 眼去那些讨厌的笑声 你作死呀 把火烧得这么旺 矮胖的王嫂 只顾着和人说话 起了油锅 却没留神火 等到回头时 锅里的油已经烧了起来 慌得她 丢下油锅就手忙脚乱 去水缸那里咬水 温柔低头生闷气呢 也没留意灶上的情形 被王嫂骂了才抬起头来 忽见她端着个水瓢 急吼吼冲回来 就想倒水进油锅里灭火 害得连忙站起来 就用力将她的身子推开 然后一手端起油锅 一手抢过灶边搁着的锅盖 往起火的油锅上压盖下去 厨房的地上本就油滑 王嫂被温柔用力一推 当然站不稳 矮胖的身子直向后仰去 自己重重地跌了个四脚朝天不说 那一满瓢水还泼在了 正捧着碗鸡蛋羹的宋妈身上 宋妈年纪大了 反应一向迟钝 根本避不开王嫂那如同暗期般 脱手飞来的水瓢 大惊之下 手里那碗滚烫的鸡蛋羹 便失手全倒在了王嫂头上 烫得王嫂失声狂叫 没命地从地上挣扎起来 狼狈地奔到水缸前 就将脑袋整个浸了进去 厨房里顿时慌乱成一片 温柔处理好手中起火的油锅 呼出口气的同时 刚好看到眼前这混乱不堪的一幕 心里一沉 知道这下自己惨了 果然王嫂的脑袋 蒲里水缸就忍着痛 对着温柔破口大骂起来 诸如贼淫妇 见仓妇之雷的乌言慧语 犹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 又若黄河泛滥 一发不可收拾 温柔真是被骂傻了 站在那里完全不知所措 她原来以为 古人说话都闻走走的 骂人应该没什么创意 谁知 王嫂那张嘴里溜出来的脏话 不但是她前所未闻的 而且还自运铿锵 朗朗上口 甚至骂了半天 还能翻尘出心 丝毫不带宠样的 刘嫂忙着指挥人 收拾地上的碎瓷碗片 和脏残的鸡蛋羹 又要安抚寿京的宋妈 一时也没空过 极温柔那边 就由着她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直到王嫂脸上被烫得伤处 疼痛难耐 心里一股邪火再压不住 挽了袖子 准备上前打人时 才一把扯住了她 脑道 这里已经乱了锅 你还添什么乱 趁早到屋里给自己上点药 回头 要打要骂 都有你 王嫂不敢在刘嫂面前倔强 狠狠瞪了温柔一眼 就骂骂咧咧地去了 可是她前脚刚走 后脚就有个小丫鬟 跑来大厨房催菜 问说怎么还不摆饭 老爷等急了 再发脾气呢 刘嫂满脸堆了笑 敷衍着那小丫鬟去了 一面指挥人把已经炒好的两个菜端走 一面又找鸡蛋准备重新炖个鸡蛋羹 谁知一回头 瞧见温柔已经寻了个大瓷碗 敲了几枚鸡蛋在那里拿筷子搅打了 不由多看了她两眼 心里觉得这丫头多少还有点眼色 不过想起方才那场混乱都是因她而起 害得自己还被一个小丫鬟排场了两句 顿时又恼了起来 向着温柔冷冷道 一会儿你拿一吊钱出来 赔了打碎的碗和撒了的鸡蛋 剩下的钱给王嫂当药钱 温柔出来乍到 根本不知道一吊钱在这里价值多少 加上心里正忐忑着 事情不知道该怎么收场 此刻听见刘嫂发了话 心想这惩罚也不是太重 便随口应道 好 听众朋友 您刚刚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红杏谢春光》 作者何枣 演播柳沁尔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演播柳沁尔 《红杏谢春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